本週專題來為大家談一談 霍爾切的亞洲糧食危機 印度限制道路出口 亞洲糧食價格也攀升 自從俄乌戰爭開打 不僅汽油、柴油、天然氣等 燃源價格上漲 就連食用油與肉類價格也翻倍 由於俄軍針對烏克蘭濃溫區 進行攻擊 並且破壞糧食出口碼頭 在初期封鎖黑函 導致全球的小麥價格上漲 根據美國媒體CNBC報導 俄乌戰爭爆發前後 畜牧業飼料與別料價格上漲 進而導致肉類價格增加 小麥、其他穀物、食用油等 連原料價格也跟著飆升 各國基於保護主義原則 開始頒布食品出口禁印 包括印銀、限制中旅遊出口 以及烏克蘭限制小米、煙麥和糖的出口 儘管目前全球稻米產量 仍算豐富 但為了應用農業成本的增長 以及小麥價格的上漲 稻米未來恐將成為小麥的替代品 影響過去的供需平衡 資料分析顯示 若稻米價格持續攀升 將會使人口數眾多 糧食供應不穩的東南亞與太平洋島國受到影響 例如印尼、柬埔寨、遼國、東地文 根據路透社報導 由於印度政府希望提高供應並平穩價格 近期宣布禁止稅米出貨 並且針對不同等級的道理 課增20%的關稅 報導指出 由於印度出口商不再簽訂新的契約 買家只好從泰國、越南與美甸購買 也導致稅米價格上漲5% 每噸增加大約20平 印度米廠的執行長表示 亞洲道米交易出現癱瘓 交易商不願意匆忙下決定 由於印度佔全球道米出貨市場 沒有人知道未來幾個月價格還會漲到哪裡 從今年俄乌戰爭開打 擾亂了全球糧食市場後 目前各國買家主要依靠印度來支撐糧食供應 但是該國新頒布的稻米禁令 恐怕會增加全球通膨的壓力 進一步加劇全球糧食市場的供應緊張 稻米是繼小麥和糖之後 今年第三個被印度當局下令限制出口的主要農作 過去印度曾經在2007年禁止稻米出口 當時全球價格一度飆升到1,000美元 印度的稻米出口量在去年達到2,150萬噸創下新高 印度出口75%的巴士馬蹄米到伊朗和阿拉伯半島國家 非此類的米有將近55%消往非洲 事實上全球排名在印度之後的四個最大稻米出口 包括泰國、越南、巴基斯坦以及美國的出口量 總仍然低於印度稻米出口量 根據印度快報的報導 印度之所以禁止稻米出口 原因之一是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 今年雨季降雨不足導致稻米產量大減 在6月到9月初的季風作物種植季 農民種植稻米面積減少 相較去年同期減少210萬公頃 對印度全國稻米收成影響將在600到1200萬公噸之間 如果再加上庞浙古省及哈里亞納省稻早傳出的稻米病毒 總收成量還可能更低 此外對於稻米的運輸禁印將可能嚴重影響到 印度稻米的最大買家中國大陸 進口作為飼料的使用 同時也可能影響到部分非洲國家 例如塞內加爾和吉布地 以往進口較低價的稻米來使用 綜合來看 當前受到氣候變遷 二屋戰爭 能源價格飆漲等聯合因素 再加上市場機制持續觀望 對於糧食供應前景不確定 亞洲即將面臨下一波的糧食價格上漲壓力 個別國家政策的改變 很明顯衝擊全球市場的走向 值得我們大家一起來關注 謝謝 感謝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機械掌握全球時事根最新驅使